阴天啊真的是冷 中午了去吃个饭去 这边可以说是步行街啊 什么都有 大碗 那要啥包 不要了 我要个干拌啊 20块钱 这还有陕西凉皮 肉夹馍啊 什么都有啊 他们家的牌子是以拉面为主啊 饭做好了 这个是干拌 不太正宗了 这干拌 尝尝啊 嗯 味道的话一般吧 这个西北的郑融干拌的话 明天是肉末啊 然后几个 菠菜 不是这样炒菜的 这个肉不是和菜一起炒的 这是卤好的肉 干拌20啊 他竟然瘦24 他说这是以前的 24块钱 进来的客人啊 首先看他那个桌子上那个单子 就是各种面食各种价钱 真的是被坑住了啊 菜单上写20 收肥24 刚刚大家也听到了 问他们 他们说 涨价了 但是菜单还没有换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进去的客人吃饭啊 首先要看他的菜单 都是明码标价的啊 既然要收24 多了4块钱 其实我点完餐之后 我就看了一下他们那个介绍啊 还有陕西的扫子面 然后肉夹馍 凉皮 这一看啊 就不正宗了啊 当他说出 还有猪肉干拌的时候 哎 我的心都凉了啊 想不到最后结算的时候 明码标价 结果 还不是啊 这要是在我们家乡啊 我绝对要和他理论理论的 4块钱其实并不多啊 这是一个诚信问题 一个心情的问题 菜单要是以前的价格 你干嘛要放到吧台呢 是不是 我们这些吃饭的人 进去的话 首先要看菜单 你上面还有价钱 那我们就认定这是这个价钱 但是吃完饭一结算不是个价钱 不管是几块钱 哪怕一块钱心里有点不舒服 真的 如果说你遇到这个事情啊 该怎么办 我他们说了说也说不通 我就交了24 前两天我在西藏的波密县 去了波密县旁边的卓隆沟 卓隆沟啊 都是树藏 非常非常神秘啊 当时 回来把事情编辑编辑完 就发到网上了 看到很多人在那里留言啊 确实我看完留言之后啊 自己也特别后怕 还有很多网友啊 提出了问题 说我为什么下午才去 为什么黑了才去啊 说实话 本来我是不想去的啊 朋友他说他要去 他就去了 去了之后呢 我问他怎么样那里 他说他那个车啊 进退了难 然后我就跟着去了啊 到出来之后 我就骑着电动车 往上走了啊 能骑的就骑 骑不了他就推着走 很多人在怪湖北朋友啊 说为什么不一起 其实这个倒没什么啊 我很想得开的 因为说实话上去也是自己的决定啊 不可能说别人让你干嘛就干嘛 都是自己的决定啊 难道 别人让你吃屎 你吃屎吗 是不是啊 毕竟自己是几十岁的人了 所有决定啊都是自己做的啊 不可能说别人怂恿你一下 或者说给你说声我们一起走吧 然后你就一直往上走 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你可以选择不走啊 这都是我自己的决定 其实在上去的时候啊 天并没有黑啊 那个时候应该是四五点的样子吧 这里将近八点钟天才黑啊 四五点我骑着电动车 连推带骑大概有两个小时吧 我感觉都是上山的 其实我上到三分之一的地方啊 我就发现有那个野生动物了啊 一直在叫 但是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可能心里当时有两个想法啊 第一个就是既然来到这里了 还没有到这个树葬的这个集中的点上啊 就是核心的地方还没有到 想着去看看啊 再一个心里啊 应该是有一个安慰的啊 因为想着湖北朋友就在身后不远啊 应该没有什么多大问题 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越往里边走越深啊 然后手机就没有信号了 感觉当时有点鬼迷心窍 或者说里边啊 有什么特别 神秘的东西啊 就是让我不断的往里边走啊 越走越深 其实晚上我躺在这里啊 我看到大家留言之后呢 我又看了看视频 说实话啊 真的是特别特别害怕 我自己也是 嗯 不寒而栗啊 就是背后发凉 如果最后那段路不是碎石子路 我估计还会往上上啊 但是那个碎石子路 我推车啊 都推得费劲啊 因为特别特别松动 走一步的话 石头往下滑一步 实在是上不去了 所以说才往后走的 往后走的时候 下坡嘛 特别抖的一样也不能骑啊 然后就推着 哎呀 那个时候 确实心里有点慌啊 因为树林里嘛 天眼睛黑了啊 树林里边的话 树荫下面就更黑更黑了 确实有点着急 反正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哗啦哗啦哗啦就骑着车 一路颠着就下来了 下来之后 开车就去县城了 这个卓龙沟啊 确实是值得一看值得一去 但是千万别自己去啊 两三个人三四个人 一起去 其实湖北朋友啊 我也是特别理解他 一个人 步行在那个幽森的 可以说是原始森林里边啊 那个树啊 全部长着绿毛 特别特别安静啊 就什么声音都没有 能听到这个动物的声音 确实也是非常恐惧的啊 能理解能理解 还有一些网友留言啊 就特别特别恐怖啊 我自己看完啊 都感觉慎得慌啊 就说那里边不干净怎么样的 反正我进去之后呢 看到白塔我就拜了拜啊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拜拜啊 总没有错 死者为大 这都没有什么 自己也不做亏心的事 半夜应该也不怕鬼敲门啊 现在去超市啊 我买点火锅的食材 火锅节 看看买点丸子 散装的 买袋装的吧 一个人吃不了多少 这个23一斤 这个散装的是13啊 买袋装的吧 贵一半 一斤多丸子 这个肥肠啊 卖到45一斤了 买了4样 白菜 鸡蛋 粉条 还有个丸子啊 菜放到车里 在步行去菜市场 买一点牛肉啊 回来自己切片 涮着吃 菜市场离这个车啊 300米 走路的话显示6分钟就到了 超市只有冻牛肉 冻牛肉就算了 去买点新鲜的牦牛肉吧 看前面的山 今天早上啊 下了大概两个小时的雪吧 已经白了啊 香港路步行街 这路边有两个小朋友 我问他们菜市场是往这个方向走 然后他们说 你带我去是吧 对 到了啊 这个就是野生的松茸啊 刚问了700块钱一斤 看看 干干的 各种骨子 这边还有个转盘啊 也不知道怎么玩的 这铜盘 嗯里边是骰子 加油加油 哈哈哈哈 333 你看这个顺的就是拿脸盆啊 这铜盆也值百十块钱 135 没有135嘛 没有 123有 这一把多少老板 15块钱一把 朋友们好 我是穷龙的四水年华 我现在在西藏的林芝 现在已经晚上10点了 天气啊 特别特别冷 我刚刚回来啊 大概快9点钟的时候呢 来了三位同志 他们说是相关部门的 嗯 就是因为昨天我吃饭那个事啊 昨天中午我在拉面馆吃了一碗干拌面 嗯 菜单是20啊 但是实际是收了24块钱 就因为这个是他们过来的 他们也说看到这个视频啊 非常的重视 就问我具体怎么回事 其实事情很简单啊 就是中午饿了 去吃了碗干拌面 菜单上写的20 但是收24 他们服务员说那个菜单啊 没有其实更新 就一个简简单的视频 想不到 就是很重视啊 说实话 我真的是挺受宠若惊的 因为今天是周末嘛 星期天 晚上90点了 屋子里领导也挺多的 就是各个部门的 都为我这件小事 奔波 去操劳 他们真的是非常敬业啊 我这个吃饭的视频 才发出来10个小时 他们就看到了 看到之后呢 他们主动联系我 就给我解决了 真的是一个大大的赞 相关领导也跟我说了 林芝啊 是绝对不容忍这种事情发生的 别说4块钱 就算1块钱 一毛钱也不行 这个是商家的责任 同时那家牛肉面的老板也来了 然后在有关部门的调解下 就问我有没有什么诉求 我说我也没有什么诉求 最后呢 就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里边的就是来赔偿了啊 里边有一项最低的就是一赔三 我那面付了24 最后就赔了我72块钱 我真的要给这些相关部门的同志点个赞啊 真的是太负责的 而且特别特别及时啊 话说回来大家来西藏旅游 不管是拉萨林芝 或者说是各个县城 我这种事情啊 只是凤毛麟角 真是太少太少了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为这种事情 过于担心 如果说你真的遇到这种不公平的事 或者说其他的事情 你也不要担心 西藏的各级领导 为人民服务的人啊 肯定会给你讨回公道的 我就说到这里吧 喜欢的记得关注我 穷游的四水年华